这是一个老师管不住校长也头疼的班级 由于有黑社会大哥罩着 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根本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校园霸凌每天都在上演 校内打完校外打 最后还闹出了人命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由林领东指导的影片 《学校风云》 这是一个社会风气极差的年代 校外黑帮整天闹事 校内学生也是拉帮结果 霸凌事件和恶作剧不断的上演着 好学生没法用心学习 差生来学校的目的就是混日子的 小珍和盈盈是一对好闺蜜 由于盈盈长得漂亮 整天被男同学骚扰 黑帮老大潇洒哥的手下刀疤一直在追求盈盈 为了兼蔽青野扫除一切障碍 刀疤带着一帮兄弟在学校门口就大打出手了 在这场群殴中 一名学生被气色给撞死 闹出了人命警方自然不敢怠慢 把参与斗殴的人全带回了警察局 但这帮学生涉于黑社会的阴危 根本不敢配合警方的调查 这次群殴死的这名学生啊 刚好是黑帮老大家居的小弟 为了替手下讨个公道 家居把潇洒哥约到了某饭馆 得到消息的警察英叔和亮哥 为了防止双方泄斗 已经提前来到饭馆等候了 虽然都是老大 但潇洒哥显然没把家居放在眼里 双方一言不合就准备动手了 英叔和亮哥一看要出事 急忙过来打圆场 并要求潇洒哥三天之内 找个小弟出来背黑锅 盈盈的老爸以前也是混黑社会的 为了防止自己的闺女今后再受到骚扰 他找到黑帮大佬盛哥帮忙 盛哥把潇洒哥约到茶馆 让潇洒哥管好自己的手下 今后不要再找盈盈的麻烦了 可潇洒哥就是个魂不令滚到肉啊 说话没大没小的 可把旁边的大逼哥给气坏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把茶馆折腾了个鸡肥骨头 虽然老爸一直叮嘱盈盈 不要跟警方配合认人 但正直的刘老师却鼓励盈盈 把实话说出来 这个书呆子根本不了解外面的形势 这下可把盈盈给亢惨了 加上英叔也在旁边忽悠 盈盈终于鼓足勇气 把潇洒哥的手下给指认了出来 这下可捅了马封锅了 盈盈刚到学校 就被男同学乔治威胁了一番 这个乔治虽然是个学生 但同时也是潇洒哥的小弟 对于刘老师的训斥 放学之后 潇洒哥带着手下把盈盈堵在了门口 刘老师本想替盈盈撑腰 但面对这帮流氓 他这个温弱出生 根本就不是对手 盈盈被带走以后 受尽了屈辱 而且还要赔偿潇洒哥十万块钱 可盈盈只是个学生啊 十万块钱对他来说 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要说小珍这个闺蜜是真不错 把自己攒的钱全给了盈盈 刀疤虽然是潇洒哥的手下 但对盈盈是真的很好 两人一来二去 还真成了男女朋友了 刀疤平时的主要业务 就是替潇洒哥卖白粉 当他拉着盈盈准备去交易的时候 被警察逮了个正招 虽然这次是有惊无险 但是却把盈盈给吓得要死 不敢再继续跟刀疤来往了 但小珍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原来盈盈每个月还潇洒哥的五千块钱 大部分都是刀疤出的钱 刀疤虽然平时好勇斗狠 但在盈盈的面前却一点脾气都没有 小珍的男朋友乔治 因为一清别恋 被小珍逮了个正招 加上又跟老师吵了一架 爱情学业两不顺 小珍生无可恋 晚上骑着摩托车 开始在街上疯狂的飙车 最后不幸出了车祸 小珍的死令盈盈伤心不已 对刘老师讲的那些正能量提出了质疑 然后奉而离开了课堂 把学校的图书馆给烧了 有些叛逆期的孩子就是这样 做什么事都由着自己的兴 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盈盈的老爸虽然早就退出了黑社会 但身上的流氓习气还是没有完全丢掉 不仅说话冲 而且经常习惯性的就想弄手 盈盈一怒之下离开了医院 找自己的男朋友刀疤寻求帮助 虽然警方想收拾小仨哥 但苦于没有证据也没办法下手 他们目前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盈盈 如果盈盈肯出庭作证 那么小仨哥今后的日子就不会那么潇洒 警方不断的骚扰自己的场子 搞得小仨哥也很头疼 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想让警方不找自己的麻烦 那么他就要把盈盈给找出来 小仨哥带着手下来到刀疤的住属 催促盈盈赶快回家 并威胁盈盈不要跟警方胡说八道 为了不让刀疤再卖白粉 为了还潇洒哥的钱 盈盈情急之下答应潇洒哥自己去做应召女郎 刘老师因为实在受不了学校的氛围 最终提出了辞职 在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刘老师跟乔治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动 教室里瞬间成了战场 椅子板能乱飞 一群学生打得是不可开交 很多同学早就看不惯乔治了 大家伙一拥而上 把乔治揍得是鼻子脸肿 盈盈被迫当应招女郎的事 很快被大逼哥给发现了 他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盈盈的老爸 盈盈的老爸一听当时就疯了 拼了老命的往楼上冲了 和潇洒哥的手下沙皮发生了冲突 盈盈的老爸失手把沙皮给砸晕了 把盈盈拽下楼之后 盈盈的老爸冲上去就要跟潇洒哥玩命 本来在警方的劝解下双方暂时已经没事 可就在这个时候 苏醒过来的沙皮突然冲了出来 上去二话不说就把盈盈的老爸捅成重伤 看着在旁边幸灾乐祸的潇洒哥 老实人刘老师的小宇宙终于爆发了 得知自己的准岳父受伤 刀疤来到了医院 当他听说潇洒哥把自己的女神给欺负了 刀疤是怒从心头起恶像胆面生 但潇洒哥毕竟是自己的老大 刀疤思来想去 一直没有勇气找潇洒哥算账 当盈盈等人跟着盈叔回警察局路口供的时候 刚好跟正准备离开的潇洒哥撞见 对于警察把潇洒哥放走的行为 盈盈和刘老师根本就没法接受 为了替自己的老爸报仇 盈盈单枪匹马来到歌舞厅 跟潇洒哥玩了命 刀疤一看这种情况 当然要站在盈盈这边了 随即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 这潇洒哥虽然也是个狠人 但也被揍得不轻 街道报警的盈叔带着手下来到了歌舞厅 但此时的潇洒哥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带着人开始狂追刀疤和盈盈 双方一前一后跑进了学校的教室 就在潇洒哥准备对盈盈施暴的时候 老师人刘老师杀了进来 这老师人一发飙 天王老子也拦不住了 影片的最后 最大恶极的潇洒哥被盈叔给击毙了 邪恶受到了打击 正义得到了伸张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警 做人必须走正道 绝对不能瞎胡闹 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到头终有报